第五隻腳來控制風明器 好 那所以我們當然一樣要啟動第五隻腳 所以啟用數位積木 第五隻腳 然後它這邊就要選擇音調 我不知道這翻譯是誰翻的 然後它的使用的積木是在 這裡播放音調 那它這個就設計的不好 改天應該跟它建議一下 它這個用這個叫音名還是唱名 我搞不清楚 Do是D4 C-D-E-F-G-A-E Do是C4 所以C4是Do 就是中音Do 那Ray的話是C-D-D4 這個是 Dore Mi CDE CDE FGAV 應該大家的音樂應該都比我好 所以我如果要播Dore Mi Do 我就是要這樣子選 這個是後面那個發出聲音的時間 我們來聽一下 我還沒選 那個腳位要指定 要指定成你設定的腳位 對不對 就這樣很簡單 那通常我們在指導這個時候 因為貴士要提 故意要提到運算思維 所以一開始我們會讓小朋友去簡單的 你去叫他去網路上找樂譜 Google圖片樂譜就一堆了 請他弄一首歌進去 然後他一定會這樣弄 Dore Mi Do Do Re Mi Do Mi Fa So Mi Fa So 然後這樣一直一串 一長串 等他串完之後 他一節刻打得很辛苦 你給他拖來聽聽看 就說 好 其實有更簡單的方法 叫他去找一下 叫他就給他看一下 欸 這邊有重複的次數耶 你要不要試試看 把它弄短一點 然後他就會改成這樣 Dore Mi Do Do Re Mi Do 這樣就兩次 這樣 OK 這就是運算思維裡面 那一個叫做什麼 模組化還是什麼東西 那就一樣 好 至於這個後面長短就看個人的音感 自己去慢慢做調整 好 各位試一下 所以你其實寫程式可以把運算思維 所在乎的那些重要的事情 可以從這邊去做轉化 比較好請示 好 那個中音是4 我不知道我們不是學音樂的 所以 他Dore Mi是C D E F G A B 所以4是中音 那數字越小越低音 數字越高越高音 那後面那個數字就是那個音頻表 音頻幾MHz Google可以找得到 啊 啊 好 這種方式是控制那個風鈴器來發音 當然你不要去跟電腦的那個 他本身音樂裡面的那個抖雷鳴去做比較 那聲音沒辦法比 好 好 這個部分應該ok啦 好 那有沒有人發不出聲音的 應該都可以 那我就切一下 切換了 好 321 好 那如果你想知道那個音頻 那個數字代表什麼意思 你在Google上面打音高或者音頻表 都可以找到這個維基百科的音高 那這個音高的裡面 它的後面 後面後半段 這邊 就會有那個音頻表 所以我們剛剛的4 D4對過來是這個 D4 C4是這個 它的多的那個音頻 如果你要直接寫Arduino 要調頻率的話 要調261.63 大概是這樣子的原理 好 那早期它沒有把這個音頻寫上去 它只有寫這個數字 所以你要自己去查 好 那這是輸出的部分 上面有的部分 我們大概做個介紹 接下來輸入就有去 輸入就有去 好 我們看一下它的 我們先從最簡單的數位輸入 那數位輸入的部分 它有按鈕 有按鈕在上面 那所以剛剛講 這邊有兩個小小的按鈕 Switch1跟Switch2 這兩個按鈕 那這兩個按鈕它沒有寫角位 沒有寫在上面 反著上鈕 我這圖片抓的是沒有寫的 好 那圖片上面有寫 所以它旁邊是寫D2跟D3 所以我們就是D2跟D3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 先把這個 按鈕 好 那你要把D2跟D3 設定成輸入的話 也是在這邊 也是同樣都是數位角位 那個D都是數位 Digital 所以你就啟用D2為輸入 好 就輸入就好 那這兩個不用 這兩個 就是如果你連接電路的話 它如果忘記加那個上升電 提升電阻的時候 我們才用這個 所以平常那個你們都不管 好 那數位輸入 D2假為輸入 那這時候我們要既然它是輸入 輸入就是有資訊會進來我們的電腦裡面 那資訊會進來電腦裡面 我們當然要有一個可以看到它的機制 對不對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讓小貓說出來 那所以你在外觀這邊不是有說嗎 那我就用說的把它說出來 那那個數位角位的資訊在哪裡 在這邊有一個讀取數位角位的值 把它放進去 然後一樣選2 你設定第二角就要讀第二角的資料 然後這件事情要讓小貓不斷的說 這樣子它才能夠隨時感受到 你有沒有按按鈕 好 所以我們一樣用無線 重複無線字把它包起來 好 好 我們就執行 有沒有 現在 我都 現在的狀態是1 好 所以上面 應該是上面這個 好 我去按它 變成0對不對 我放掉變成1 按下去變成0 放掉變成1 對不對 好 來各位試一下 這樣你就可以知道你按下去 跟不按下去的狀態到底是什麼 我們拿任何一個感測器 線連接好之後 當然這個不用接線了 你就是要先測試 它有數位的就是有按跟沒按 它的狀態到底是0還是1 要先知道它的範圍 它會顯示的範圍到底在哪裡 它會顯示什麼東西 所有的感測器都要先測 測得才知道範圍才能用 這是一個通則 你通 通則會 通則會了之後 其實小朋友拿新的感測器來 他自己會測 他自己會測 好 有沒有人按下去不會數字不會跳 應該會跳吧都很簡單 另外一個按鈕就是D3 你也可以試試看D3 那小貓要不斷的說 這樣他才會一直去偵測那個有沒有按按鈕 要重複不斷止血 好應該都會動了 不會數字不會跳的舉手 都ok齁 好繼續喔 好那麼接下來 切換一下畫面 好我們剛剛早上都學過輸出了嘛 那我應該直接讓你們先做 好現在就來出題目了 剛剛你已經會按按鈕了 你也知道按下去之後 那個數字會變成什麼對不對 那請你設定一下 小貓就是那個按鈕按下去的時候亮紅燈 放掉就燈就滅掉 ok 然後順便小貓變胖好了 按下去變胖亮紅燈 然後放掉就是變瘦變回來 然後燈關掉 好麻煩各位 這很好玩喔 這可以做陷阱 你現在是按按鈕了對不對 如果你把按鈕藏在某個地方 比如說藏在椅子下面 你的老爸回去呢 老媽回去 椅子上一坐觸發按鈕 你看你電腦裡要錄什麼聲音 好不好 7月半不要隨便試 會嚇死 他可以當觸發的機關 不過這個板子的設計 在按鈕的部分其實設計得不好 我們習慣是有按下去是E 它剛好是相反的 它是沒有按是E 按下去便敵 所以你要按下去的時候做動作的話 你要給它做一個類似反向的動作 在層次裡面 所以硬體不足的我們用軟體去補 它如果硬體可以做的 我們就直接用硬體做 這是軟硬體可以互相的 互補長短 所以像這種按鈕的應用 就是一般機關的使用 觸動什麼機關 它做什麼事情 好 是 帶來 我們可以用鋪琴 相當鋪琴 提示 我們可以用折磨 打發 說明 可以用折磨 現在 開口 如果有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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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